下午好 欢迎回到6月8号的百格五报 我是李宁 新闻开始 让我们来看国内新闻 根据当今大马日前报道 我国将向美国购买12架军用级无人机扫描因 总值将近8000万令吉 引起房间议论纷纷 对此 国防部已经澄清 我国购买军用级无人机是海事安全倡议的其中一部分 并由美国政府全额资助 因此大马无需承担任何费用 报道也提到国防部说 在MSI计划之下 美国将向伙伴国家提供资产和培训形式的援助 而大马皇家海军将从今年起到2022年分阶段获得援助 国防部的文告也指出 大马将于今年至2020年分批接收上述无人侦察机 预料将会在11月中先收到其中6架无人机 接着有 国内有一些公寓禁止住户 饲养狗狗之类等宠物 但进而还有人饲养熊只 吉隆坡移动共管公寓 某单位传出可怕的哄叫声 这才发现一名27岁的马来女歌手 在公寓内饲养了一只马来熊 大马半岛野生动物保物局在接获投报之后 昨天派员前往位于迪萨班旦的公寓单位 将马来熊与女主人带走接受调查 同时也出动警员以及消整员到场以防止马来熊逃离民宅 该局总监阿都卡迪证实 女主人因为无法出示合法饲养熊只的证件而被拘捕 根据2010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令 熊只是完全受保护的动物 最后有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昨天当地时间在推特发文宣布 美国与墨西哥达成协议 将无限期暂停原定于下周一对墨西哥征收5%关税的措施 特朗普表示墨西哥也同意采取措施 以喝止非法移民潮 另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丁昨天在一项经济论坛上批评美国 利用压力和制裁来维持美方经济霸权 操控国际贸易和侵蚀全球稳定 他也抨击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并指美国想将华为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 今天的午报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